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画的彩虹洒满了天空 是你画的彩虹洒满了天空 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我不怕风雨 去追逐彩虹 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我放飞梦想 能去拥抱彩虹 岑峰建设是奶奶一辈子的心血 她现在昏迷不醒 我更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 我绝对不能让奶奶失望 总经理 怎么了 总经理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你说 是关于董事长的 你不觉得董事长今天有点怪怪的 在订婚仪式前 她把我一个人叫了过去 让我回公司给她拿一份资料 我在交给她资料的时候呢 好奇地问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非要在订婚仪式上去去 那奶奶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 只说让我把孙总叫过去 还强调让她一个人去休息室 你说董事长生病会不会跟 小言 小陈 还没下班啊 下班了 现在就走 等一下 既然有疑问 大家就当面说清楚 小京 你说那时候奶奶 找你到休息室 是为了担心家庭不合的问题 你有没有看到她手里拿着什么 没有啊 怎么了 小陈说奶奶在典礼上 请她去拿了一个资料袋 但后来没有人看到资料袋哪儿去了 是吗 小陈 是什么样的资料袋啊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 只觉得很轻 应该是文件吧 我想应该是合约什么之类的吧 应该是这些东西比较重要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重点是 会是什么合约呢 小颜 小颜 别想了 只要奶奶清醒了 一切不就知道了吗 希望奶奶能够早点醒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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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 对不起 我也不想看你这个样子 我想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切 我这辈子吃了太多的苦了 老天爷知道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 让您这样的活着 而我又不用被揭穿 奶奶 你不要醒来好不好 就这样好好休息 我会找最好的医护人员来照顾您 谢谢大家 不知道 这种很高兴 你看这是什么 我还需要再用这个 吗 我还会找到这种刺客 我是这么高兴 是什么 我看我 稳定便转 稳定便转 亲密一点啊 好的 后天 我们这样子自己筹备婚礼 你妈妈应该知道了吧 你放心 以后所有的问题 都交给我来处理 把珍珍抱起来 亲密一点 就这样抱 抱起来 好 再亲密一点 好 好 这边 真好 找婚纱照 我到什么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幸福呢 我堂堂下游山 堂堂天之娇女 怎么会沦落成这样 朕在公园里 羡慕一个平凡的女子 因为她披着婚纱 因为她有心爱的男人 愿意娶她 珍珍看这边 有膳 妈 有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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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天了 你都上哪儿去了 啊 孩子 跟妈妈回家吧 别再执迷不悟了 浩天跟珍珍马上就要结婚 你就放弃吧 啊 有膳 有膳 不是妈不支持你 我亲眼看到浩天对珍珍所做的一切 即使珍珍眼睛失明了 她在浩天眼里 也是最好的 最完美的 你知道吗 浩天已经跟我求婚了吗 如果杨珍珍不跑回来 那今天我就是浩天的妻子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有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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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宗你们就算结婚 也不会得到幸福 我祖宗你们就算在一起 也永远跌跌撞撞 不会圆满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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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她的恐怖责言 原谅她的阴暗而分 其实 她是个很好很好的孩子 她没有恶意 她只是一时迷失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理解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怎么会走着走着 就到浩天家了 她伤我伤得那么深 她这样利用我 替她的事业打江山 又这样一脚把我踢开 但我怎么还是无法将她放开呢 对 我怎么忘了 还有干妈 干妈怎么可能 会让浩天娶个下子当老婆呢 不可能的 她一定会反对的 我可以从干妈这里下手 您请喝茶 谢谢啊 夏董事长 我知道 您这贵客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呀 只是 我实在猜不到 您今天来到底是为了友善哪 还是为了我们浩天呀 我是为珍珍来的 我一向不认为 金钱可以收买感情 但有的时候 钱还是挺有作用的 就好比她可以排除一些困难 我希望她 能够弥补珍珍的一双眼睛 以及你对她家事的不谅解 夏董事长 这我就搞不懂了 您明明知道 你们家友善那么喜欢我们家浩天 她又是您的亲女儿 您一点都不为她想 您出这么一大笔钱 不帮珍珍 您就不怕友善怪您 这是我跟友善的事 是啊 凭什么让您去这么做呀 就凭她是杨珍珍 难道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 如果珍珍她是你的女儿 她为一个男人付出了那么多 而她的婆家还一味地嫌弃她 难道你不心疼吗 我 你一直在嫌弃珍珍的家事 嫌她是一个卖鸡肉饭的女儿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们钟家呢 不过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罢了 你嫌珍珍 嫁给浩天是高攀了 难道你希望浩天取友善 就不是高攀了吗 我今天既然出面了 以后就是代表杨珍珍的娘家 我希望你日后要好好地善待她 如果让我知道 你们钟家磕磕她 那我这个娘家 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 让她受到委屈 你听明白我意思了吗 对了 我顺便跟你说一下 浩天和珍珍正在拍婚纱照 他们准备星期天举办婚礼 所有的开销 她我会全权负责 大时候你只管出席就好了 再见 她 她出钱 好好好 算了 还是钱的面子 比人的面子大呀 完了 我连最后一张王牌也倒戈 我连最后一张王牌也倒戈 也投降了 那我现在还剩下什么 没了 什么都没了 争了这么久 原来还是一场空 我该怎么办 算了吗 算了吗 就这样算了吗 我下游帅 从来是不认命的 我从一个纯恶劣的丑八卦 都能变成这样的绝色美女 连老天爷给我的容貌 我都能改变 为什么我就无法掌控自己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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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 耀山 你 怎么了你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又喝喝这么多酒 怎么这么乱 你来干吗 你来干吗 你不肯帮我 你还来干吗 我要杨真真从浩天身边消失 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你来干吗 你真的为我做过什么吗 我就这点要求你都做不到 你当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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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当我吧 你为什么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不负责任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又是安妮 就算浩天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那是他的事 你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 而自己折磨自己啊 我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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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没有好痛 我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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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不了 好孩子 不是爸爸不帮你 只是 是 如果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这所有的后果我可以帮你承担 但你良心上的谴责是一辈子的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知道你很苦 我也知道你很疼 这样 告诉我 怎么让你不苦 让你不疼 我都尽力去做 好 要杨真真消失 把它马上消失 你根本没有诚意 你根本没有诚意 那 你不帮我对吧 你不要杨真真消失对吗 好 我消失 我要消失可以吗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你 要杨 别闹了 你放开我 你让我去死 你放开我 你们都欺负我 你们都要欺负我 你 真真 妈妈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哦 知道了 您好 请问是杨女士家吗 嗯 我是她女儿 请问有什么事吗 啊 是这样的 杨女士啊 刚刚出了车祸 你再好来看一下 什么 什么时候出车祸的 妈妈刚出去而已啊 在哪里 在哪里啊 现在情况不太好说 你最好来看一下 就在巷子口 好好好 麻烦你先帮我叫一下救护车 我马上就到 好好好 你快一点啊 我马上就到 是左边还是右边 对 妈妈买东西 应该是这边 别怪我 就像友善说的 这是我欠的 就算下地狱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了 姑娘 姑娘 您没事吧 是不是有人出车祸 是不是有人出车祸 有个女人 没有啊 中年女人 你小时点哦 你再想想 你不用看到 小时点哦 哎 你别走 哎 你别走 怎么会没你 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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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 她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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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Pretty sure 她们要想想想的 珍珍啊 珍珍 珍珍 你在吗 珍珍 珍珍 喂 喂 好见了 珍珍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没有啊 今天拍完婚下照之后就没有见面了 她会去哪儿啊 我跟她说我出去一会儿 回来之后她人就不见了 他惹死我了 外面人车这么多 她又看不见 好好好 别说了 我赶快去找她 该不会是友善不甘心 找珍珍的麻烦 不行 我得跟友善彻底了结 友善 夏友善 你快开门 珍珍是不是在里面 你把珍珍怎么样了 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她好不好 你要怪要恨 冲着我来就好了 夏友善 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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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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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这样对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 你闹够了没有 看样子 我今天不跟你说清楚不行了 你听好 也许你很委屈 也许你觉得是我对不起你 也许你觉得 是真正从你身边带走了什么 但请你学着 站在别人立场想一下 不要什么事不如你意 你就觉得是别人对不起你 你还记得开幕警会那天吗 那天我身边就带了真正 我就告诉过你我有女朋友了 是你自己知道了 还要爱上我 是你自以为优秀 就可以取代真正在我心中的地位 这段日子发生多少事 这中间你玩了多少手段 软的 硬的 你利用我妈的富贵梦 利用我爱情和事业的两难 你自以为聪明地 将一切玩弄在鼓掌之中 直到现在 你发现你自己玩不动了 你知道你自己玩输了 就开始想要伤害你将将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还真真失明 我差点就相信了你 我差点就以为 我可以闭着眼睛 去享受现成的荣华富贵 跟你一样 昧着良心过日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你难道从来都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难道你那天 对我的拥抱都是假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没错 都是假的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 你怎么受得出口 红杉 对不起 我不这么说 你永远都不会对我死心 你也永远走不出这段感情 得不到你应得的幸福 为了 我不被谅起 不加可贵 最后还变成了一个 破坏别人感情的坏女人 你现在来跟我说 你从来没有对我动过心 我不想骗你 我不想骗你 我看错你 我爱错你了 是我不懂 我欠你的太多 我根本就不值得你付出 红杉 我们能放过我 也放了你自己一心 就算把珍珍藏起来 我还是会去的 她已经是我的自然 行吧 我倒要看 找不到杨珍珍 你要怎么娶她 你把珍珍藏到哪儿去了 珍珍在哪儿 你说啊 你说 你怎么在哪儿 我啊 他 快 他 我爱你我来不会 haya 你只需要 爱情的 不要 你只需要 小爱 你干什么你 我把你们贴子 滚 滚 把珍珍交出去 我不走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把杨珍珍给绑架了 你不走是吧 我叫保安带你走 怎么样 来来 起来 那 怎么样 珍珍呢 是不是你带走珍珍的 你不用管这件事 你也不需要知道 就像你说的 这是我欠你的 是爸爸应该做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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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妈 珍珍 你到底在哪里 珍珍 妈 在哪里 珍珍 老天爷 珍珍是我的全部 你千万不要让她发生任何意外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珍珍 珍 珍珍 珍珍 妈 妈 妈是你吗 妈在哪里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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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你真的把妈吓死了 怎么样 你是不是出车祸 找到哪里 我带你去医院 我没事啊 谁说我出车祸了 明明刚才用你打电话给我 说你出车祸了 我到底来找你 你别骗我 没有 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不是跟你说 我出去买点东西 我回来找不到你 我心急才出来找你的 谁这么可恶 明明知道你眼睛看不到 还把你骗出来 外面的车那么多 万一你带出什么医院 妈怎么办 你没事 你没事就好 那我们回家吧 等一下珍珍 我给浩天打个电话 免得她担心 来 起来 奶奶要按摩喽 我是小雨 呦呦呦 白白尾巴点点头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快乐的呦啊呦 奶奶 奶奶 你的皮肤好嫩滑哦 你平时是不是都很注意保养啊 皮肤这么好 哇 比我还要白耶 看来我真的要好好注意 反省一下自己了 奶奶 可不可以告诉我 平时的保养秘诀啊 嗯 不告诉 哼 大家都是女人嘛 干嘛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小气哦 哼哼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开心的游啊哟 你好 我是来看奶奶的 顺便帮她按摩一下 我怕奶奶老是躺在床上 对她的血液循环不好 你还真有心 连昏迷不醒的人都要巴结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是说 你跟眼里横交往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只是个烟雾蛋 来掩饰你对小颜的不死心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我 我知道你很记忆我跟颜阁之前交往过 可是我现在都已经离职了 而且已经不再曾封工作了 我和小颜 我和颜阁已经没有任何交往 所以你就想利用颜丽横 渗透到小颜的生活中去 而且还整天缠着奶奶 想要奶奶支持你是不是 你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奶奶已经昏迷了呀 还有就算我想要巴结 那我至少应该去找一个 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去巴结吧 你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看你才有问题 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看得出来 虽然颜丽横狠喜欢你 可是你对她却无法全情投入 我的眼神可毒得很呢 好了好了 随便了 随便你怎么说都好了 我不想以你为敌 如果我真的想要争取什么的话 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颜阁都已经跟你订婚了 我不知道你到底不放心些什么 算了算了算了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 我离开你的视线这还不行吗 奶奶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哦 现在换小金来照顾你了 我要先走了 明天我再来继续唱歌给你听 好吗 好吗 奶奶 我又来看你了 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么配合我 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医生说你的情况很稳定 很快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但是他们说你的脑部受损 将来很有可能长期瘫痪 我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会很难过 但对我而言 这真是个好消息 奶奶 奶奶 你放开 不是我想害你 也不是我想害你 放开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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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那边的病人醒了 你快去看一下 快快 快快快 我完了 我完了 奶奶醒了 奶奶只要一醒 她就会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严格 严格一定不会跟我结婚了 我完了 以前付出的一切努力 全都完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医生 怎么样 她醒了吗 她刚才突然间 抓住我的手 吓死我了 她是不是真的醒了 你先别紧张啊 别紧张 病人啊 有时候有这种反射性的生理反应 除非她进一步的好转 但是呢 她不会影响我们先前的诊断 那你的意思是 她不会再醒过来了 很难说 她的脑部严重受损啊 就算是清醒 恐怕她的语言表达能力 也会受损的 那会怎么样 她到底会不会醒过来啊 你别怪弯弱角 快说呀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能做的医疗方面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呢 就看她自己吧 那 她现在 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有多少 百分之三十吧 而且 以她的年龄 真的不容易 你们家属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谢谢 谢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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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再挣扎了 你都已经七十几岁的人了 够了 可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你何苦要这样为难我呢 我是真的爱小颜 我会好好待她 我也会好好照顾你 求求你 就这样躺着 不要再醒来了 不要再醒来了 奶奶 今天爸和李恒就要搬起来了 我们一家人会通心协力地 把家照顾好 让你回来的时候 亲眼看到我们的心 是凝聚在一起的 小颜 来 离家二十多年了 今天终于回来了 今天终于回来了 改了一辈子的房子 最想念的还是这个 伴随我成长 有过很多记忆的家呀 过去二十多年 过去二十多年 我没有经过孝道 我没有经过孝道 如今我回家了 可妈妈 却躺在了医院里 好 奶奶虽然中风瘫痪了 但慢慢做腹剑 还是有机会康复的 你呀 不要这么悲观 一定还会有机会 好好孝顺奶奶的 啊 啊 树欲静 而风不止 子欲痒而轻不淡 以前对我而言只是两句诗 可现在 却成了最深的痛和遗憾 爸 力衡 你们住进来了 要不要我帮忙啊 不用了 谢谢 这是我们的家 我很熟悉 你今天去医院看奶奶 情况怎么样了 都还挺好的 还是老样子 医生说 就算醒过来 恐怕 表达能力也会受损 但还是要保持乐观 希望有奇迹出现 奇怪 奶奶她一直很乐观 很坚强 身体也很硬朗 怎么会突然中风了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家人 一定要好好团结 好好在一起生活 不管奶奶 什么时候醒过来 对她来说 这都是一个最大的安慰 是啊 不愿意 不愿意 你答应了 你as liek 这就不愿意 你答应了 没有 我说 你不是 很不愿意 辽了 这是 我说 来 叫救护车 我不舒服 我不舒服 到最后还是自己的人 偏偏是我爱你太多 你对我忽冷忽热 还说到永久 是我不懂 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 让你处于放纵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 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总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太过爱你 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总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 我太过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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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过恨你